我們有一個塑膝人 在今年的2月11號 返家探視 這返家探視期間是總共三天 他必須要在這個2月13號 晚上8點以前 必須要到達返間 然後我們積極地在用電話跟他聯繫 但一直沒有聯繫上這個人 規定我們按照這個 在這個期間 塑膝人一架未歸 本間會依照這個返家探視最新的規定來辦理 通報外 我們並且也通知他的家屬來寫醒 同時也提供該演有關的資料給遞警 檢警來偵辦 本監會全力配合這個檢警來偵辦這個案子 而是前往了西科站下車 本局在沿線釣躍監視器 以及參考相關的請資 在汽車地區的一家網咖 發現他的行蹤 將他帶不回愛 在沿線釣躍 會不會有的 又是在沿線中 沿線內